各位網友大家好,又來到一個新的環節 這個環節的聲音是要有情一點的 跟回以前的慣例 如果是我們聽了很久的網友 就可能會記得我們之前有一個節目 叫做《世美卷影》 講講音樂、電影、書 由於是屬中無大將的廖法當先鋒 所以今天小弟獻獻醜 這個節目的網友是很高質素的 有看書、電影等很高的文化修養 所以小弟獻獻醜 希望大家有沒有介意 小弟嘗試復刻這個節目 當然由於水平不能夠跟以前相比 所以唯有叫做《珠珠卷影》 這個《珠珠卷影》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書 話說小弟就去了林老闆的銅鑼灣書店 買了幾本書 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有一個節目 他逼自己去看書 可能會比較快 所以大家就看看 大家有沒有對這個新的環節 有沒有什麼看法建議 今天我和很多讀書的節目很不同 一般的讀書節目會看完一本書 然後跟大家分享 小弟這個讀書節目 是一邊做節目一邊看書的 又不是很誇張的 總之我不是看完整本書 我們看了一些書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本書就叫做《烈火黑潮》 這本書就叫做《烈火黑潮》 很明顯是說黑暴的 我們這個外國外港的節目 當然要譴責黑暴 這本書 為什麼我 在林老闆的書店裡 有一張豬肉桌 基本上全部都是黑暴的 OK 那麼多本裡面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我對這本有些興趣 可能它是一個台灣的媒體寫的 台灣媒體寫的 用台灣的角度去看回香港整個 也不是完整 一大部分的《反送中》 這班這樣的記者在香港見到親歷其境 他們又想回台灣的情況去做出一個分享 我覺得也挺有趣 挺值得看的 我看完《罪》之後 我就買了這本書 應該不會只有《罪》好看吧 而這個《罪》我覺得是 很久沒試過 一個《罪》 寫得很有畫面 很有... 很感動到我 我覺得很有感染力 寫得很好 我想這個《罪》就跟大家分享 很少大家分享過《罪》 這本書就講過 全名叫做 《城市戰地裡的香港人》 《烈火黑潮》 整本書的出品 就叫《報道者》 我想《報道者》這個媒體 如果不是很留意台灣媒體 其實也未必知道 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報道者》是台灣一個非謀 他是網媒來的 是網絡媒體來的 是專門做一些深度報道 主要是靠籌款或者捐款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像《Fatwire》 有一點像 好了 今次這本書就是 報道者裡面有很多 也有不少的記者來到香港 由《反送中》開始 他們一直看著演變 然後有很多筆錄 記載和圖片 在他們離開之後 就寫了這本書 報道他們看到的情況 這個主編 策略就叫李雪梨 李雪梨也是 報道者的總編輯 講解一下 李雪梨 曾經是《天下雜誌》 《天下雜誌》也挺有名的 副總編 也拿過不少獎項 另外還有其他記者 包括楊志強 也曾經是報道一些 比如羅興雅難民 也是一些人民報道 然後陳怡靖 也是資深媒體 曾經是鏡周刊的人物 《中國時報》的調查採訪室 《自由時報》《蘋果日報》 這本書就叫做主編罪 《獻給在絕夢中抵抗的人們》 李雪梨 報道者的總編輯 想到香港你想到什麼呢? 圈襲生猛的王國 投國增榮的中環 仗義的市政文化 超速競爭的國際都會 還是被中國的資本 與人流逐漸逃逝的城市 我覺得這句真是好的中文 如果你看完什麼 me and 我和我們 你看這些 這些真是中文 兩句對白 你已經整個畫面都在這裏了 想到香港你想到什麼呢? 圈襲生猛的王國 整個王國人流 居水馬龍的 呈現了出來 頭國增榮的中環 全部都是精英的 可能是白領的 銀行的 金融財進的 仗義的市政文化 這個就避免了 香港也有的 仗義的每多屠狗輩 我馬上想起這個 炸雞飯啊 不可以說是市政文化 超速競爭的國際都會 不用說了 還是被中國的資本與人流逐漸屠世的城市 屠世這兩字 用得那麼的準確 觀察過去三十年 台灣媒體對香港的報道 幾乎都是一個很遙遠的距離 除了1997年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前後 曾經吸引世界包括 台灣在內的媒體密切關注 但好像浮光略影一樣 一閃即逝 不要說你們有距離看香港 我們現在回想回 九七之前的景象很朦朧 其實是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是不是這麼長呢 香港移交的二十二載 台灣媒體的報道框架 大致都是三個視角 一個就是仰望的視角 仰望就是下而上的望 這個就是謙虛 他說從一個取經的角度 看看香港如何在英國的殖民之下 令華人世界出現了一個法治和金融秩序 澳市全球的城市 你這樣聽起來 你會覺得 我們曾經真的很好運 一個法治和金融都能夠澳市全球 真是不簡單 真是不簡單 當然如果你說 當新加坡是華人 那也是 希望新加坡人不會生氣 有些聽聞不喜歡叫自己華人 新加坡的金融和法治 金融一定都有 但是我認為香港是半斤八兩 你說股票的可能是香港比較好 但是你說期貨和資產管理 那是新加坡比較好 你說法治就五十五十了 新加坡就比較 因為有不同 我不要跌入這個討論 我想說 如果看回其他國家去看 就算是馬來西亞 台灣 為什麼香港可以做到有法治有金融呢 為什麼呢 第二就是在共同的經濟競賽的視角 即是說 第一個就是仰望 覺得你很厲害 第二就是 一起去困的就是 經濟 經濟 以東亞亞洲四小龍的框架 就看台港之間的競合關係 第三就是流行文化的視角 就是透過一些流行文化的代表 透過沐妍芳、周韻發、周星馳、劉德華的香港文化 理解小城香港 如何向亞洲輸出強勢的流行文化 這也說了二十年前的事 對於這個 就是距離七百公里的鄰居 我們一直都用一種無關於己的角度 遠距離觀察 偶然以消費者的姿態關注 因而都不是這樣接地的 其實就是likewise 香港是台灣其實也是 但是這幾個主流認識的框架 過時已久 不敷使用 即是不夠用 這幾個以前的 認知 有一世紀第一個十年 我 即是李雪梨 曾經為天下雜誌寫過很多關於香港和中國的專題 結束兩年派駐北京工作後 一、二年底 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 擔任訪問學人 當時強烈感受到 2012年 香港曾經在京澳期間 達到高峰的中國形同 已跌至谷底 那些年中國客 帶動了經濟 查高房價 破壞了本地原有特色文化 名牌店取代茶館 普通話漸漸取代廣東話 中國產婦和雙非嬰兒 擠壓了生產和教育資源 元朗和上水充滿搶奶粉的中國客 而這些都令到港人苦惱 奮奮於自己無能劃定生活方式 資源分配的各種疆解 撇不掉主權移交事實 心裏又有很多滿氣的香港人 一如他們文化裏的冒實和彈性 只能用強國人這些詞彙 去揶揄那些和他們口中內地中國人的差異 2012年香港年輕人 上街反國教洗腦 2014年為了爭取商部選 而有了佔領中環的運動 一直到2019年 因為抗議曾經將香港引導至中國的逃犯條例 而爆發了扭轉歷史續線的反送中運動 一個香港人毫不熟悉的香港 用鎮耳肉籠的方式向世界向台灣展開自我 這些文筆真的沒得住 危機中的成幫 2019年6月9日 反送中運動發生的時候 報導者 採訪團隊在第一時間進入了香港採訪和紀錄 運動的變化實際太快太強 在6月份開始認識和理解運動 從外國人看 就是要理解反送中 一聲已經去到遍地開花 從9月到11月 從6月份認識和理解運動 7月8月已經去到城市戰爭的體感 這兩者也用得好 他不是真的戰爭 但是有那個感覺 之後9月到11月就見證學生、年輕人和警方的武裝對峙 很多影像在我們心目中廢之不退 好像穿著制服早晨上學就串起人臉 呼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中學生 辦公室裡面和家裡各自有一套豬嘴、面罩、頭盔 隨時做好抗爭準備的白領工作者 在漏行裡協助手足 對備警方水炮車的前線衝衝止 在街邊社區裡被示威者掩護的管理員 冒著被捕風險也要緊跟示威者的社工 拿著水為催淚彈洗傷口的救護員 我記得在東區裁判院裡面聽義務律師 為一群被檢控者身邊 站著的全都是很年輕的面孔 我記得跟除了口罩的勇武派做訪談 除了口罩之後是一個清瘦的面孔 但他的背包裡面是裝著護照和遺書 跟勇武派告別的時候我問他 廣夫持續不回應 你們都這麼累了 為什麼你們這麼堅持呢 他的回答 絲毫沒有任何浪漫可言 他說 我相信沒有人能夠承受這麼重的暴動罪的後果 但我想問上一代 過去香港在英國轉給中國統治的時候 你們做了什麼 我不想下一代在2047的時候問我 你們當時又做了什麼 我只是希望留一個更好的香港 不是為了自己 我也記得訪問了一位1989年出生 三十多歲的年輕護理師 他個性很安穩 九年來在同一個公立醫院工作 願望是結婚和養小孩 在繁榮的香港平安生活 很少上街抗爭的他 也在這次上了前線做救護員工作 他描繪說 香港人有時連切菜切親都害怕 但這次上前的示威者很年輕 受傷的人很害怕 怕的不是去前線 怕的是入公立醫院 怕的是被警方調查 即使曾經在香港短暫生活 在記者生涯20多年做過多次香港深度的專題 我都沒有辦法一時半刻 勾勒和解釋香港的現象 為何香港這麼勇武 如何理解反送中運動半年以來的現象背後 如何認識這一刻 隨時處於對峙狀態下的這個城市 我想對台灣而言 這是一份遲來但必要的功課 重新閱讀香港的時刻 首先是香港對抗強權這一門課 台港雖然各自面對中共幽靈的糾纏 但我們從未共同分享和反思自己 在面對中國威權體制的經驗 中共近年在香港從無聲的屠勢 到有型的開掛和刨根的過程中 連香港的中學生都感受 並說出深圳河以北沒有自由 究竟在英國殖民到中國殖民 再到習近平領導之下強權 這塊土地經歷了如何有型和無型的入侵 其次香港面對難題的時候 如何自處這一門課 這次的運動透過對香港的熱愛 香港人快速建構了公民意識和公共性 這次香港的運動 所以匯集前所未有的能量 是因為和理非和勇武派的交融協助分工理解 而這個結合的源頭來自對香港的認同 無論是抗爭者被圍城的時候 中產階級挺身而出的意在 或者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物資和心理協防 都體現一個共同體存續最重要的物質底氣和精神力量 第三,香港如何號召出快速反省應變和面對世界能力的門課呢? 很多人遺忘了,近代香港遭遇了持續的險惡 1941年在日本侵略和殘酷統治之下的三年零八個月 移戰後香港前途持續動盪 仰勢於英國和中國強權之間 香港人的適應力強 有些像我的intro 香港人從來都是一個魷魚遊戲的生存者 香港人聲勢力強 過去掃波中國渡港的移民奮力離開中國邊界 進入九龍成為香港移民 在險惡的環境之下 鍛鍊出強大的韌性 亦因為長年跟外來者打交道 香港人亦懂得在國際現實中抓到槓桿 不論是歌手何韻詩在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宣言 年輕的政治運動員周庭和黃之鋒 分別以流暢的日文和英文向世界意見的領袖演說 以及大量有機的知識分子透過藝術、法律、新聞 各自的專業介入活動 要世界關注這個邊緒 向世界講出香港人的訴求 在在顯見香港面對邊局的能力 香港人和其成幫一路走來 另外 瘋崖進谷的歷程 需要被好好疏離 習近平的政權領導之下 中國強力輸出天朝意識 這個字文很好 天朝意識 擴張影響力 令香港首當其衝 當不少台灣人 仍然對一國兩制抱有幻想之際 這是一門我們都必須閱讀的香港課 即是說 以下所講的東西 是一個香港的課題 而這個課題 是他覺得台灣人其實是要識的 OK 2019年6月9日 報導者從反送中運動發生的第一時間 反過來 台灣 即是 香港課 台灣人要識 台灣課 香港人 又更加要識 是吧 為什麼台灣是可以由 國民黨 慢慢走來 變成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呢 為什麼會走到這樣的情況呢 當中的歷史 其實香港人也是要識的 2019年6月9日 報導者從反送中運動的第一時間 選擇進入運動的採訪和記錄 這是一場 長達半年以上 而且持續的新聞戰 我猜這本書應該寫到2020年的年尾 我想是理大之後 其實也算是總括了大部分的整個運動 因為到了2022年就沒有廢 暫時轉了形式 這是一場長達半年以上的新聞戰 從新聞強度到動員的人力和規模都完全超出我們的想像 高強度高頻率的跨國報導 我們集結了一群對於兩岸三地 都長期關注香港台港中的寫手和攝影記者共同協助 這個團隊是一群充滿了記者魂的結合 哇真是帥 記者魂 大家在見證歷史過程裡 無間斷報導了近七個月 對所有人都是一場體力、意志力、判斷力的大考驗 一方面記者暴露於辣椒水 實體榴彈的威脅 而在遍地開花的衝突裡還要快速反應 梳理脈絡 香港特約攝影陳朗希 曾經在五呎近距離裡 被水炮車的水柱轟中 撞回腳骨受傷 攝影劉爾龍在理大圍城裡 足足在裡面 待了六十個小時 到現場的記者全部吃過催淚彈 都閃過警方的盾牌和棍棒 也是我們第一次要為記者準備防彈背心 安排保險和律師 才能夠比較放心讓他們前線採訪 或者貼得太近 貼得夠緊夠近 半年裡我們有二十萬字深度報道 幾千張深刻的影像 其中不乏摘地有聲的文章和照片 透過網絡向各地宣傳 當不少台灣和香港讀者開始鎖定 報道者來理解香港這場運動的時候 我們決定將這個系列 強權與反抗絕望與希望的文章 從更為系統和後設的角度 重新編輯成書 帶給讀者幾宗理解香港的視覺 這本書叫做烈火黑朝城市戰地裡的香港人 是因為火焰在香港這次運動的主要意義象 火魔法在街頭上 或者在港鐵裡燃起的熊熊烈火 是憤怒是恐怖也是宣示 黑朝就是指一身穿著黑衣 戴著黑罩 如潮水般 在大街 在漏港 在校園 甚至向山頭湧動的人籠 不論是烈火還是黑朝 都與這場運動Be Water的策略一樣 柔軟和剛強 流動和堅定 隨時爆發 隨處聚合 此刻在城市戰地裡的港人 就好像滾熱的熱火 軟軟不住的黑朝 抱著不願散去的意念 此書分為四個章節 為了令讀者感受這場運動在當時的脈絡 我們選擇忠實地呈現當時現場的狀態 沒有改動太多 第一章呈現的是跨世代示威者群像 但讀者明白這場運動如何令到三百萬港人走出和捲動整個香港 第二章是梳理香港在過去二十二年裡 從英殖民到移交中國的過程 這又一次香港專題 港府國機構四任特首政商精英 如何一步步成為中共意志的管理者 第三章描述運動中後期 香港市民如何在抗爭中 抗爭中活出日常 如何透過選票和鈔票實踐他們對香港遠景的想像 第四就是香港共同體的面貌 他們如何自我辯證 如何思考何謂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以及香港和台灣在哪些層面裡的交織和互動 這本書的另一個重要特色是透過大時機 香港運動中的關鍵詞 即是即時感的即時感的視像影像 令到一些可能不太熟悉的運動似媒的讀者 也能夠輕鬆閱讀 但對於已經緊貼香港議題的讀者 我就推薦由中研院台市所 《吳瑞仁老師為這本書做的香港導讀》 他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 開始對香港做深度的研究 過半年他曾經為香港發生的事情睡不著 而作為一個具前瞻視野有厚實歷史中心的政治學比較研究者 同時也是對明文共同體與民族自決有實踐熱情的倡議者 他長期被視為危險人物 進不了香港 但因為用功用心 他反而能夠跳脫此刻的紛擾 提供我們一個理解香港的面貌 甚至為想像未來香港提供理論框架 這本是另一本書 這本叫做《香港導讀》 不不不 他為這本書寫了《香港導讀》 我看看 是的 這本我還沒看 我看完之後 如果值得分享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本書的完成要多謝很多人 也要再說 最感謝過去半年一路走來的寫手和攝影記者 知強而正 福年 曉民與民 世良 也是劉世良 清方不歡 露宇 桂南 浩長 影書 聲詠 很多 不讀了 實在太多了 OK 還有香港的政治漫畫家 柳廣誠 對於報道者的支持 授權爆眼少女的畫像 作為海報 這個是海報 柳廣誠 讀他的名字 會不會太好 哈哈哈哈 OK 先來 OK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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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嗎 很難看 不要緊 我之後再拍一張照片 OK 買書送海報 哈哈 好 繼續 就完了 當然也要感謝報道者創辦人榮幸 以及副編輯 維軍對香港專題的支持 和編務的分擔 感謝人實在太多 感謝很多在工作過程中 曾經幫助我們台港的朋友 以及眾多受訪者 感謝讀者和支持者 如果不是你們支持 網絡上 分享他們香港的報導 甚至行動捐款 告訴他們 你們對於香港的報導 價值 以報導者這麼小規模 其實很難同時 又要講台灣議題 又要繼續不懈地 進入香港深度否則 大會現場 而這本書 能夠在這麼短時間出版 要感謝讀書共和國出版社的創辦人 郭重慶先生 以及左岸總編輯授餘的力挺 設計師的協力 多謝更加多人 令到有機會在報導者的肩膊上 透視香港 這場不單是香港的變動 香港人故事 跨世代的香港人 正在牽動和影響台灣 謹義此書獻給絕望中抵抗的香港 入 這就是李雪梨總編輯的罪言 我覺得只有這篇罪 我都覺得很好看 很好看 這本書將會講講究竟 分了四個章節 聽他這麼說 第一就是看回現場的情況 看回以往的情況 接著用一個不同的角度 甚至用台灣的角度 這本書大約有幾頁 看看 後面也有一個上 OK 那就大約三百多頁 三百多頁 這樣 我想我也有時間看 OK 之後應該不會這樣讀出來 如果有些很有趣 不是很有趣 很值得分享 我就盡力嘗試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這本書的話 當然最好就是 網上向林老闆查詢 是吧 但如果你真的沒有 我就沒有寄賣 自己找林老闆 如果找不到的話 你留在留言 我就嘗試幫你聯合 因為我加了LINE OK 今天一個嘗試新的環節 GG捲影 感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可以很快 這個畫節就可以看到大家 即是代表我看得快 OK 多謝大家 拜拜 下次再見 支持我的節目 訂閱 加入Patreon 謝謝 下集再見 拜拜